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新闻的大白话 我们来看一下 普京跟习近平 现在在上和会的时候 再度见面 两个月内见面了两次 他们讲说 习近平称呼普京为亲爱的朋友 而且说现在双方正在推动 两国各领域的合作 依照既定的步伐 不断的稳步前进 习近平还提到了 因为他们这一次的上和峰会 其实也是一种 全球南方团结起来 要防止新冷战 为了要维护两国正当的权益 还有国际关系的基本准则 现在在做出一些新的努力 还有支持二方旅行 金砖国家轮值主席国的职责 来团结全球南方 防止新冷战 以及非法单边制裁跟霸权主义 因为好像一直以来都是 美国在做一些这样子 一直在单边制裁 围堵这样的方式 外媒报导呢 这个两个人两个月内 第二度见面 那他们将上和组织 视为这个国际事务上 抗衡美国霸权的 一个重要的政治经济团体 那这样的一个 等于说对抗美国的组织 CNN的报导是说 中俄为首的这样的欧亚国家俱乐部 将要扩大规模 这一次增加一个俄罗斯的坚定盟友 就是白俄罗斯也要加入到这个上和峰会 那他们 他是公开支持莫斯科对乌克兰的 那预计白俄也会在峰会上面 直接有这个加入的这个程序进行当中 那现在看起来上和也好 金专也好 都有这样的一个核心角色 就是这个中俄 是在这当中最主要的一个核心角色 那当然是以中国为首嘛 所以呢其实你看看 这是不是也代表了一个新的 新的一个现象 新的这个国际秩序出现了 上和组织跟金专国家 现在作为多极世界秩序的一个关键支点 已经开始 这个世界不再是美国说了算 这个世界不再是美国绕着美国而转 已经开始有新的这个全球南方国家 成为一个新的多极 多极新势力 那习近平有提到 现在这一回也是支持哈萨克加入金专国家 所以你就发现很多这个金专国家的 这个参与国 或者是上和组织的参与国 越来越接近 就是我可能先参加完上和 我再去金专 或是我先去金专再去上和 那慢慢的这些国家就这样子聚集起来 大家就是要反抗 那过去的一种霸权主义 那上和组织的秘书长也说 白俄会成为第十个成员国 这一回其实在白俄罗斯 他们有进行他们的这个等于说独立阅兵日 还特别邀请了中国大陆的解放军 也参加这个白俄解放八十年的阅兵活动 我们来看看相关的画面 大家就看到说 哇这一次有看到中国大陆的这个牌面闪耀白俄罗斯 他们在阅兵式里面是帅气登场 也引发了这个中国大陆的一些媒体相关的报道 那连白俄罗斯他的防长出来的轿车呢 也被大家讲说 哇这是来自于中国大陆的车 也显示出来中国大陆跟白俄的关系 也再度的提升 那这个CNN就讲说 哇现在看起来美国在欧亚大陆 已经是没有立足之地了 这个上和组织已经陆续收到 包含了中东北非南亚东南亚 这些地区 竟然都很想要赶快加入这个上和大家庭 那上和也代表着一带一路的这样的一个延伸概念 所以大家希望说 我们是不是现在有另外一股势力 另外一股美国以外的这个新的 这个世界上面的一个新秩序出现了 不再要听美国那种门罗主义也好 或者是说 你需要我的时候跟我做朋友 不需要我的时候又就开始制裁我 大家已经厌倦这样子的方式 所以纷纷靠向这样的一个上和大家庭 那华尔街日报就讲说 中亚新一代的精英正在向中国进军 中国是未来 所以有很多的中亚的一些人 他们开始很努力的在学习中文 以前可能几十年前 大家都是唯一学习的就是英语 英语为主 甚至还有一些人去学日语 那可是现在新崛起的这样的一个 全球的一个风潮就是 大家要学中文 因为他们觉得中国才是未来 那还有这个俄乌的僵局 也成为一个主要的讨论点 那我们看这个佩斯科夫就讲说 在俄罗斯这个乌克兰的问题上面 普京跟习近平认为 没有俄罗斯参与的和平谈判 其实都是没有价值的 那连这个埃尔多安其实也有跟这个普清这一次有讨论到 就是要结束恶物战争的一些相关的基础 是不是能够符合双方的公平跟和平的一个方式 赶快结束掉恶物战争 川普也说啊 因为他现在要选举嘛 他有讲说 如果他当选的话 24小时之内结束恶物战争 那现在泽伦斯基有回应这件事了 因为过去看起来他迎面还没有那么的笃定嘛 现在经由这个辩论会之后 泽伦斯基回应了这件事 他说倘若川普有办法 就不要等到11月总统大选之后再透露细节了 麻烦先说一说 让我们先了解一下 已经把拜登放一边去了是吧 那再来这个川普讲完之后啊 竟然有芬兰这个国家跳出来讲话 他说呢 真的能够结束恶物战争的人 好像感觉上面是不是有点吐槽川普 是习近平一通电话才能够结束恶物战争 那他为什么突然就转去点名了习近平 那这个说法大陆也有回应 中国大陆外交部毛宁发言人 他就说中俄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 而且中国也不是乌克兰危机的制造者 更不是当事方 就其实这件事情当然大家是代表说 可能肯定中国大陆能够在这世界上面 把一些那种好像世仇般的国家 能够让他们握手言和 可能是有他一定的一个影响力 不到两个月前到北京访问 那个时候就是说带了非常庞大的代表团 就是说各个负责各着业务的人都去了 那就是已经把未来的中俄两国的合作项目 大概都已经把它怎么样 都已经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 跟这个行动方案了 所以我想他们这次见面 所以他提了就是说 会在既定的道路上稳步前进 那你也看到中国大陆前五个月的这个汽车外销 第一大市场已经变成俄罗斯了 对 三十四万辆车 这个比第二名高出了很多 那去年2023年中俄之间贸易到两 我记得是2400亿美元了 非常大的数字 那今年我看这个数字还会往上 往上继续的继续的跳 继续的跳 那当然了最近有一些事情就是说 我想这事关中国大陆跟这个俄罗斯都很 第一个就是说 今年十月的金砖峰会 那是俄罗斯要举行的 那他有很多事情 那他做俄罗斯做轮实主义 当然现在各个重要的新专成员国 都能够先能够有所准备好 到时候来配合 我想这一次普丁跟习近平结合 应该会谈一下金砖的这个方向 那上和组织基本上 现在看起来印度有一点点 这个倦情的感觉 那这个我想也会 就是说共同商讨上和这个组织 怎么继续往前走 我想也是他们会谈的 不过整体来讲的话 也就是说这个上和组织来讲 跟金砖两个 一个是经济属性比较大的 就是上就是金砖组织 上和组织是经济的成分越来越重 可是它的一个安全战略的重要性 远高于它在经济跟贸易方面的重要性 所以才有西方学者就说 事实上美国在这个欧亚大陆 已经没有立足之地了 你知道传统的西方的这个全球的这个 所谓的战略思想的话 有一个这个这个 这个路权理论的讲法 谁掌握世界岛谁掌握世界 这个世界岛现在大部分都在 谁的控制之下 都在上和组织的国家控制之下 而且在这个从中国到 从亚洲到欧洲 这个中间最重要的桥梁地带 从这个中亚到所谓的中东 都是上和组织里面的成员 或者是观察员 或者是什么对话伙伴 所以呢这个组织事实上 如果它继续往前发展的话 真的会把这个整个 尤其是美国 在欧亚大陆的立足点 全部把它消除掉 最后呢欧亚大陆的大团结 造成一个什么大 一个最大的变化 就是陆权会取代海权 那么变为世界的 秩序的制定的核心 跟世界发展的重要的推手 好 紧接着请教杨老师 上和组织 大家 它全名叫什么 上海合作组织 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所以对西方国家而言 这是一个中国所主导的 以中亚地区为起点 而现在呢 已经扩散到南亚 印度 巴基斯坦 伊朗都已经成为会员 然后接下来 白俄罗斯 如果照这个秘书长 他所说的 连就是非洲 这个北非 南亚 东南亚 中东都在提出申请 那它将来会地缘的扩大 所以它已经改变 就是整个地缘政治的关系 那特别是 它这个元首高峰会 今年是在哈萨克举行 习近平前往 这是第十二次 习近平每一次都出席 而且在2022年的时候呢 习近平的发言当中啊 已经不把它叫欧亚大陆 它叫亚欧大陆 所以大陆现在对于在上河会 以及整个形容 我们过去习惯称呼的欧亚 它改名叫亚欧 也就是说 其实这是一个以亚洲为主体 因为中亚地区也在亚洲啊 对不对 那过去因为 俄罗斯在这个地方的影响力 它把它视为它的势力范围 但是你知道在俄欧战争之后 中俄关系更紧密 但中俄关系也微妙的变化 这两年 中亚地区 因为中亚是中国的这个边境嘛 光哈萨克跟中国的边境交界 就蛮长一段呢 对不对 哈萨克是蛮大的国家 在这个区域 全世界最大的内陆国 人口跟台湾差不多 但是呢 实用天然气的产量非常高 所以2013年的时候 他习近平就是在哈萨克宣布 一带一路的 所以从2013年开始 整个中亚地区 整个上河地区的 这个一带一路是带来最多的 这些经济跟基础建设的 所以我看到大陆的媒体的报道 他们去整理 西方媒体在去年到今年 对于上河会的报道 其实经济的层面高于安全的层面的议题 所以才会吸引这么多区域之外 中亚以外的国家想要申请加入上河会 它已经变成一个带路的 就一带一路的带路的这种所谓 就是说一个区域性的这个组织了 那这就意义不一样了 因为他事实上在这一次 连续几年的谈的议题 都是以数字经济 低碳 绿色 这些问题为主轴 他没有错 他早期是反恐 后来变成安全 然后变成经济合作 那经济合作 谁在主导 一带一路的提倡国 中国的主导 所以各位了解 我们现在看上河组织 不要从西方的这种三宁境来看 纯粹 这个就是一个地缘政治战略 对抗西方的 其实它已经改变 不只是地缘 也改变了国际政治经济的架构了 好 来请教将军 我研究各国的阅兵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俄罗斯的阅兵 俄罗斯阅兵的时候有一个特色 我想大家都注意到 他这个大阅官一定会 哇啦哇啦哇啦讲一些俄语 然后完了以后大家底下 所有人一阵欢呼 你知道他在 那个大阅官在讲什么话 你知道吗 翻译成中文就是 宅宣有水母 然后大家就有啦 有啦 开玩笑话一折 这俄罗斯的阅语嘛 他一定有啦 有水母有啦 我特别要讲 其实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国运 那今天来讲 这个我特别觉得说 中国大陆来讲他们国运特别好 因为俄乌战争的关系 以前中亚这个国家 中亚五国来讲的话 大部分都是属于苏联的 联合的苏联时代的一个组织的一个国家 平常来讲是比较偏向于俄罗斯 那在从满清的时候 中国示弱嘛 那俄罗斯当然就向东口 然后这个中亚五国的影响力 当然是归俄罗斯所有 但由于这个俄罗斯俄乌战争 这个开打之后 那现在来讲一直到去年 2022年去年的时候 2022年哈萨克自己本身 国内发生这个暴动的时候 他找谁来帮他平乱 是俄罗斯来帮他平乱 所以他的安全他必须要依靠俄罗斯 但这次很明显的看出来 俄罗斯自己应付俄乌战争 已经在那边来讲 这个已经没有多余的余力 来照顾中亚五国了 他势必来讲跟中国要取得一个和谐 取得一个这种密切的一个合作 那中国也利用这个机会进入到欧亚五国 利用上海组织这个团体 那我们很明显看到几件事情 具体来讲 比如说第一个 哈萨克来讲的话 他那个地方成立霍尔果斯口岸 然后用路上的港口来跟这个 这个哈萨克做贸易 另外终极乌铁路通车之后 所以我们看出来 中国利用这次俄乌战争来讲的话 他的势力 他的影响力已经 已经进入到中亚五国 那对他们来讲 我觉得这是俄乌战争对中国是一个很好一个国运的一个开创的时机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州马上回来 好马上来关注 现在美日韩是不是难凶难迪 因为现在美国国内都普遍有这种换灯的换灯 换掉拜登 换灯的这样的一个诉求 换掉拜登谁来救援呢 他们之前就是很焦虑这件事情 难道要找那一个会一直傻笑的贺锦丽吗 难道还有其他人吗 纽森现在也好像这个知名度也没有到拜登那么高 不知道该换谁 终于出现了新的救世主出来了 有一个消息说 密雪儿 就是欧巴马密雪儿 密雪儿欧巴马 他的这个支持度到了百分之五十 最新的这样的一个民调发现说 可能这个密雪儿是大家的众望所过 因为这个欧巴马没有办法再选 那如果现在要派出来能够打败川普的人 他比起川普的支持度还来得高 所以显示出来有机会 这个密雪儿欧巴马会是 这个取代拜登的人选 那时间倒转一下 之前其实2024谁选总统 华游的这个前十名包含了拜登 还有这个运输部长 还有贺锦丽 感觉上面好像后面就是知名度是落后拜登一大截 就是你真的要取代拜登也有点难 那现在目前网媒还有爆料 就说其实这几次看到这个拜登的造势场合上面 都只有看到欧巴马没有看到这个密雪儿出现 原来是说有知情人士讲 因为这个密雪儿对于拜登家族 去伤害他的这个归宗密友 这个也就是杭特拜登的前妻 感到很委屈 所以他不愿意为这个拜登连任站台 那的确很多人希望这个欧巴马再出来 所以又把这样的一个支持的声浪 可能就转移到这个密雪儿身上 有没有可能真的换人呢 现在我们持续关注 那再来拜登啊他也是找尽理由 他就说哎呦我这个辩论会失常 他说这个理由是 嗯你知道我非常聪明的 我是决定到世界各地旅行两趟 在举行辩论之前 穿梭了大约这个100个时区 那就是因为我没有听到这个 没有听进这个幕僚的建议 所以后来差点在辩论台上睡着 他说这不是借口这是一个解释 那理由很多遍呢 白宫一开始说他重感冒 那幕僚是说这个太认真准备 他的夫人第一夫人吉儿是讲说 啊不舒服感觉不太好 那拜登是说有时差 虽然就是有千百个理由啦 就告诉你说哎他是失常 他是那个本来是很聪明的 应该可以表现很好的 真是如此吗 那没想到哦 现在这个拜登又有出现突贼的状况 他呢他就讲说 嗯就是民主党是不是要换人战川普 结果拜登就突然现身内部的这个会议 就喊话军心哦 军心喊话就说我正在竞选 我是民主党领袖没有人可以把我赶走 竟然有这样的事情呃被人家爆料出来 那他现在当然就是因为他自己要稳住他内部的这样的 能够出来竞选的这个呃主导地位 所以他要开始又要对中国大陆下手嘛 现在要转向对于起重机 就是我们在讲的龙门调哦 要开始加税 加税25%了加很重 结果美国的港口先跳出来反对哦 因为业内人士就讲说你这个关税计划 会增加美国港口大概1.3亿美元的额外成本 将会导致呢 在加拿大墨西哥等北美这些港口的竞争当中 落于下风 彭博就报导像是这个加州啊 佛罗里达州这些呃港口啊 他们上个星期还特别 就是致函去给这个戴琪 讲说哎 这个中国大陆的起重机在美国的市占是高达百分之 这个80哎 没有任何替代品哎 你现在要变成你要禁止或是要加关税的话 这对我们来说负担太重了 希望能够取消或是推迟这样的一个关税计划 那每一次呢 其实美国祭出任何相关的制裁 最后达到的都是他自己 比方说他现在一直要围堵比亚迪 可是比亚迪的销量 还是照样下下叫哦 根据市场调查 他们2023年呢 全电汽车全球销量已经突破1000万辆 而且比亚迪的这个BV的销量 甚至已经超过了特斯拉哦 整体来说 呃他的这个 6月份啊 售出了34万辆车 比起5月还成长很多 比起去年成长了35%之多 就是说他的这个市场 并没有因为你的围堵或者是这个制裁 而使得他的销量往下啊 那跟着美国禁令的一些盟国 比方说日韩看起来也惨兮兮 日元现在狂扁到38年来的新低哦 那还有日本的评论家讲说 哎现在在欧洲街头已经很少看到日本游客了 观光景点也看不到日文导游了 就是日文已经不太会是一个主流 会出现在观光景点必须说明的 因为游客太少 那所以他是不是日本已经被外国视为最贫穷的国家了呢 那隐席月同样是逆风哦 现在有将近快百万人联署要求要弹劾隐席月 主要就是因为他有这个干涉 这个陆战队士兵逆死案的调查 还有第一富人涉贪嘛 拿名牌包 那还有现在两韩的局势很紧张 以及呢太过亲日 没有去阻止日本排放福岛的这个核污水哦 所以看起来这个隐席月非常的就不得民心啊 那还还替他太太讲话哦 讲说哎哟他去收包包哦 原因是因为他不够冷蔻无情啊 没有拒绝人家 这什么理由啊 难怪这个会被人家弹劾哦 所以人家讲说会不会隐席月接下来变成这个蒲警惠 或者有人念朴警惠哦 的2.0百本呢 他当时也是有这个弹劾被弹劾嘛 那后来就被收押了 甚至还重判了24年一直到特赦哦 该不会这个隐席月也要踏上这个这一条路吧 那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介老师怎么看这个 所有这个美日韩难凶难地 对其实美日韩这个都是难凶难地啊 最危险的还是韩国总统 韩国总统啊历来啊 在任内被暗杀的啦 然后呢 然后呢 后来被这个软禁的啦 然后退休以后呢 被关到监牢里面了啊 那被关监牢比例大概差不多快八成了 对 那好像还没有 记不得有哪一个 现在那个谁 文在寅还怎么样 还算是 还算比较好 还算还没有 还没还没进监牢了 这会不会进啊 还不晓得啊 所以我觉得 韩国总统是全世界最危险的工作 那现在这个影席院 最近一次民调是多少呢 支持率百分之二十一 这个总统怎么干啊 二十一 然后国会大选 他又输得很惨 他这个总统 现在我觉得基本上 大概很难做事 只能作秀 他又跑出国了 那么他反正上台 也很喜欢出国 都花公款 那不过他真的也蛮天才的 我也觉得他也算是天才新人物 太太收礼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因为他太太不够冷酷 不够冷酷无情 我老天啊 搞了半天 人太好才会收受礼物 才会收贿 都是送礼的错 那收贿的都是好人 意思就是这样了 而且不是普通好人 都是温暖的人设 才收了 对 就是收受贿赂这种犯罪行为 是因为这个人都是好人 而且不是普通好人 还是特别的好人 大好人 哇这个检察官出来 这个法律 这个见解 对事情的见解 真的是高人一等 因为不够冷酷无情 才会收礼 哇民进党要赶快学起来 你们也收了很多礼 是因为你们不够冷酷无情 我们台湾真温暖 对 这个我觉得 尹席月真的是 还是算是 有特异功能 那日本的岸田也很危险 他的日元挡不住 我记得上一次突破160的时候 1比160的时候 日本央行拿了550亿美元 卖美元买日元 买了51450亿元 好像看起来很大 日本有1兆 2000亿美元 他拿550亿来 救日元 有什么不对 结果第二天 美国就警告他 叶伦就警告他 所以这次已经跌到 已经往165关卡 他都不敢动 所以日本 这个国家 如果再不硬起来的话 真的 痛到美国 就变成软趴趴的话 他这个国家 是应该没什么希望了 好 来问杨老师 那个 小萱我教你一个单字 叫Poly Crisis P-O-L-Y Crisis C-R-I-S-I-S 多重灾难 这两年 全世界都在讲这个概念 多重灾难 四个层面 政治 经济 国际 到气候 政治值 内部的 选举制度 开始碰到严重危机 经济 各个层面 尤其是 资本主义之下的 不平等 然后呢 国际 那当然 最主要都是战争 气候变迁 你不要说 我们现在出去 还得了 这改变 不只是人的心情 整个改变全世界 多重灾难 到处都是 这个世界非常不安稳 可是在这个政治层面 民主选举制度 现在碰到严重的 大的问题 我必须要讲 因为 现在这种选举制度 严很大 然后呢 可能稍微有点 民气的人 或进入到政治里面 不断地在演 可是事实上 都是低能的精英 我还叫他精英呢 因为毕竟 他是这个 决定这个社会 权力分配 价值分配的 关键决定者 可是呢 往往能力不高 最近哈佛大学 有个教授 记不记得提那个 休息底的陷阱 艾利森 他一篇文章 最近就在指 他比较新加坡 跟美国 他说到底哪一个 比较好 制度比较好 最后他的结论 如果一般的美国人 一定会选择 新加坡这个制度 他从三个层面 第一个 民生的富裕与平等 第二个 政府的治理能力 与效能 第三个 政治自由 公民权利 及人民对政府的满意度 各位 他用了好多指标 去看 现在的新加坡 比美国好太多了 他治理行间 其实都不断地 告诉我们这个事情 所以 到底 新加坡的制度 为什么会好 他也是选举制度 但是他有很特殊的环境 所以 现在你看美国 日本 韩国 我们台湾 德国 英国 英国马上 今天选举要出来了 共党要上来 保守党要下来 对不对 所有地方的选举 不管你是董统制 内阁制 一阶段的董统制 两个阶段的董统制 都是如此 这个制度 已经现在出了问题了 出现出 有能力人 不愿意到政治里面去了 因为是个大揽钢 而且要演 媒体的关系 民粹 是不是 解决眼权的问题 没有格局 没有视野 没有战略 而你不幸的是 碰到这个全世界的 poly crisis 多重灾难 政府的角色已经弱化 所以社会 民间的角色 又必须要提起来 可是政府也喜欢去 掌握这个资源 不让民间 不让这个社会 有太多的 这种影响的空间 为什么 这些政治人物进去 好不容易 有这种掌握权力的机会 他当然要透过 法律 政策 贪污也好 我们在台湾 你看到 他要掌握 最后的决策者 对不对 他要有利于 他自己的政党 派系 家族 个人 否则 他为什么要搞政治 为了国家 为了人民 为了世界大同 你已经笑起来了 对不对 好来 问将军 我觉得这是川普来讲 我们都讲拜登 在这个 双方辩论的时候 很明显 继续败弱势 其实 川普这两天很高兴 为什么 从上个周末 他去打高尔夫球了 他为什么那么开心呢 因为他有两件 很开心的事 第一件事情是 他在辩论会上面 确实让拜登 战胜了拜登 第二件事情 他还有一个好处 他 美国的最高法院 裁定 他有关于 国会 这个暴动的事件 然后已经裁定 在发回根审 也就是他在 选举总统之前 11月5号之前 他可以说 没有任何官司 可以说是 一帆风顺 天气晴朗 可以迈向 他胜选之途 那如果说是 要换拜登来讲的话 其实昨天我也讲过 我觉得密学尔是一个人选 但是我认为说 是没有那么简单 因为美国的选举 就像刚刚杨教授所讲的一样 他不是一个人出来选举 而是说是 一个家族 一个企业 他包括多少人的募款 包括整个的团队 你这个时候 你突然要换一个人 那多少 有几家会掉眼泪 几家会笑 其实我们可以预测的出来 所以说当美国 像这种选举制度 你要临时去换总统来讲 换候选人来讲的话 对他们很多人来讲 就是一个很大的灾难 那民主党 这也是很明显的 我相信在九月份的时候 这个第二次的辩论 拜登只会更糟糕 绝对不会比这次更好 就算他说 这次检讨出来 有千百种理由 对不对 但是下一次来讲的话 我相信他站在那个台上 因为你年纪大 欢迎收看新闻大白话 我是主持人翟轩 马上欢迎一下这个阶段 加入我们讨论来宾 前大使接吻几 翟轩好 各位朋友大家好 文化大学讲座教授杨永明 翟轩好 大家好 退议少将立正杰 翟轩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立刻来关注这个 澎湖渔船的事件的后续 民进党是不是缩了呢 因为这个抗中保台 现在喊起来感觉 喊假的嘛 那看一下这个事件 现在目前的状况 因为国台办讲说 将会依法规来处理 因我渔船违反 伏计修于规定 那违规进行了托网作业 大陆还仅是正常执法 有关部门将会依法依规处理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关键字 因我渔船 所以这个大静满已经被列为 就是台湾是中国大陆的嘛 那他们是这样子认定 所以大静满就是我们的渔船 这个是违反了伏计修鱼的规定 那的确大陆的渔船在这段期间之内 都没有去捕鱼啊 就只有这个大静满去捕鱼 那不行 依照我们的规定啊 这个渔业的规定就是不可以的 那大陆依照了大陆的国内法来处理 并非是越界的方式来认定这件事情哦 那这个赖清德会有所反制吗 那人家去问了这个陆委会 梁文杰怎么回答 记者问到说 请问目前的进度是什么 哎让人傻眼耶 这个梁文杰竟然说 哎因为等一下立委也会问哦 啊如果我现在跟你们讲完 等一下立委问不就 呃他就没有讲了 意思就是说我还要再讲一遍哦 所以面对媒体是用这样子的态度 哎这个你不怕多说明的吧 大家都很急于了解现在这个状况 你跟立委说可以说更详细啊 怎么叫做 哎我现在不跟你记者讲啊 因为我等一下要跟立委要再讲一次 这怎么是一个做官的态度呢 那再来看一下啊 现在目前大静满被人家拍摄到说 哎到了这个泉州围头港的照片呢 啊有民众拍下来 他现在已经被这个带回去了 这个大陆的海景 登检之后压回 目前扣留在这样的围头港内呢 那旁边还有一艘哦 14079陆方的海景船呢 紧贴在看管着 那金门的海巡队在3号 则是正常的执勤出海的巡航 不过仍然在社群这个软件里面 群组里面提醒钓客要注意哦 大陆的海景的第三号令 切勿出现作业啊 那这件事情后续的反应 大陆的网友是一面倒 他说该抓啊 我们大陆的渔船也都认真遵守 这个伏计休渔的规定啊 那还有说 马英九时期扣大陆渔船 有10,556艘 蔡英文时期扣了403艘哦 还驱逐了9000多艘 那我们的渔民太憋屈太惨啦 所以他们就觉得说 这应该要这么反击是没有错的 那再来台独今孙 现在是不是也让这个美国有点担忧哦 美国国务院赶紧出来喊话说 哦我们有关注到这件事情的发展 那希望双方呢 能够保持开放沟通的管道 米勒赶快来喊话 就说要以和平的方式来解决这件事情啊 那到底是不是我们进到了内水区域 军事专家张静哦 他讲说哦这可能 有必要要保持住这个模糊的必要性哦 因为如果马上就定掉内水的话 可能对于日后会有一点麻烦 他说确实呢 是有在这个比较靠近的地方啦 但是处理两岸问题 有必要要保持模糊的必要性 那另一位军事专家接种就讲说 现在大陆海警恐怕下一步哦 嗯不但可能会继续对于台湾的渔船 来这个登检哦 那还会就是受国军雇用 执行外外离岛物资运补的人员 交通的这个军租商船呢 可能都会成为解放军海上执法单位的一些目标 大陆的学者讲 其实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来自于 这个2月14号 这个金门撞船事件 再加上520新两国论 两者加起来的发酵 使得现在目前两岸的关系更加的紧张哦 那就是你这个撞船事件 到现在两位渔民的大体哦 都还没有让人家带回去 那再来赖清的上台之后 哎看起来也不见何缓啊 还说这个两岸互不利所 赖清的不收敛哦 大陆也不会手软的 还有这现在无人机不断的去到了这个南竿机场起降 马房屋怎么因应呢 那他讲说这个情间真系统哦 都没有均能够充分的掌握 那会是这个威胁的程度哦 来适切的应处作为 结果人家讲 那你就盘旋20分钟都抓不下来啊 到底民进党的红线到底要缩到什么样程度 每次在那边哦 我们会要守住 结果好像真的发生事情的时候 民进党又有另外一套说辞哦 还有一个独家消息是说 我们台湾的海豹陆战队爆破中队哦 传出哎将要被裁撤了 怎么回事呢 呃因为有这个台湾海豹部队美誉的海军陆战队 两栖蒸搜大队水中爆破中队哦 因为传出内红 哎加己不攻哦 那这些人为的因素 所以明年初将要被裁撤了 那兵力要打散并入到征搜中队哦 那其实是一个退役的官兵就爆料 他说海军陆战队的征搜大队 现在面临到组织重组 明年规划这样子 并入到海军的滨海作战指挥部 将要解散 他说这其实很可惜啊 这个这样的状况其实 呃这这些就美军顾问都讲说 协助建立了70年的三期战力哦 一系之间就要瓦解 实在是难以理解这种自废武功的不当作为 还有这个中美的第一岛链战火 解放军的海警呢 接连158天有进入到 其中有16度进入到这个冲绳 还架了这个机枪的重兵器哦 根据日本的官方 他们的统计哦 就有发现到这样的情形 那不止如此 还有在这个钓鱼台这边 日本也说哦 这个大陆的海警船哦 也进到了我们的这个区域里面来啊 这是日方的指控哦 那当然现在目前日本跟中国大陆的关系 因此是现在显得有点紧张哦 那还有川普的前国安顾问说 哎大陆正在彩排攻台啊 他说美方应该要协助坐贪军舰 嗯这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博明讲的 他说中国大陆正在利用菲律宾的南海对峙哦 作为攻击台湾的彩排演练 也就是菲律宾其实是一个烟雾弹 重点还是在台湾嘛 这首先我们来请教一下杨老师 杨老师怎么看我们这个澎湖渔船事件 这个大金门88号啊 大陆这边 根本不认为它是越界捕鱼 嗯 它是越界没有错了 如果在过去的话 其实我们在金门这边画的净限制水域 是离金门距离17.5海里 结果它距离23.5 然后呢 当然因为大陆在1998年 划定的临海直线基线 它因为画了大概有17 77个临海基点 因为它这个海岸线比较曲折 所以它就设海岸这个临海基点 划出来之后 我们的金门马祖事实上是在 人家画的这个临海基线里面 但因为两岸关系的复杂性 我们在1998年也定了我们自己 台湾跟澎湖这边的临海基线 可是呢在金门马祖那边呢 就做了一个净限制水域 17.5海里 这艘渔船离开了净限制水域范围之内 当然也其实是在 大陆化的临海基线的内水之内 可是这个都是我们从台湾的这个角度 以及从法的角度来理解 大陆不认为你是越界捕鱼 大家你要理解 他认为你是什么 你是违反这个修鱼禁鱼的命令 而且你在做脱网式的捕鱼 危害了渔业资源的保育 必须要讲 同一个时间好像不止这一艘 几十艘船在附近 那当然这一艘 可能他认为情节比较严重 然后开始针对 进行就是说这个登临 我们海巡署上去 做希望能够去做这个带回 过去2003年到现在为止 连这个大军满88号 有18艘被大陆的海警登船领检 那很多情况是让他 比如说罚款 那海巡署船让他带回去 也有一两次带回到大陆 这一次就把他带回到大陆 大陆很清楚 就是说你这个是违反大陆 禁鱼的这个范围 因为他认为 这已经不叫做 是什么台湾你的 这边是我的 不是这样子了 这个关键就是 从214这个事件之后 到赖清德 两岸这个问题 大陆已经把整个区域 视为一个执法区域 而你违反 就是渔业保护的这些规定 他的渔业保护 什么时候开始了各位 你大概难以想象 1995年就开始 5月1号到8月15号 这段三四个月的期间 从东海 这个黄海 渤海 东海到南海 十二纬度以北 他都要保护这个渔业 避免渔业资源 这个枯竭 我们台湾有没有 如果有的话 请你告诉我 请你留言 我们台湾四位 黄海 我们自己对渔业资源 保护在哪里 渔民懂不懂 什么叫做 尊重人家的法律 尊重渔业资源的保育 还用拖网去拖 那这里必须要提到的 如果你还是遵照 尊重过去的两岸架构 也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对不对 我们的境界之水域 就是两岸人民关系条例 之下所画的 所以过去 大家有一个模糊 然后相互的尊重 你真的太违反了 太超过了 他才会警告罚款 或者要你拖走 或者是把你带回去 这一次呢 我觉得很清楚 214之后 这个520之后 他就认为 那整个区域都是他执法区域 那你在 这个破坏渔业保护 所以呢 他就把你带回去 那现在 那台湾这边当然没有办法了 因为这个我们理亏嘛 是不是 不管是从你自己 我们自己的角度 他就越界 还是说大陆的渔业保护 你自己理亏嘛 对不对 所以回到两岸架构 我最后要讲 我们这边做的这些 这个整理 你用的自由时报 这边引入日本这个说法 这不带对的 那什么中国大陆 入侵日本领土 那你不是我们 主张中华民国领土 领海吗 钓鱼台 是不是 而且这个区域 事实上是有争议 然后呢 这个日本这边的一个说法 你不能就这样子 直接的说 是日本不断的指控 中国大陆这个海警船的 这个侵入 然后好像把这个事情 闹得很大 这个海警就等于是军舰 所以呢 要在第一岛链发动怎么样 这东西 你看像后面的博明 就讲 类似这种情况 这不怕 不断的在点火 造成的这种影响 我们他们的媒体 也必须要有所警戒 好来问一下将军 我昨天没有看 不知道 原来昨天海军署 一公布以后 一看吓一跳 为什么 吓死宝宝了 这个我们基本 居然在人家内水区里面 我到昨天才知道这件事情 所以内水区 后来我去查是什么 内水区 也就是说是 海岸低潮线的连线 叫内水区 那从内水基线开始 往外推12公里 才叫领海 那今天来讲的话 金门居然在人家内水区 如果说是 我用比较通俗的来比喻来讲的话 领海你可以当作是院子 人家院子 那内水区就代表什么 已经登门踏户 已经到人家客厅里面 叫内水区 那没想到我们金门居然 在这个大陆的内水区里面 而且我们等于在人家客厅里面盖一个机枪堡 然后跟他们讲说 你们这边是我们机械制 你不可以 虽然说到你家来 可是你不可以进入我的这种势力范围 我觉得这真的是吓死人了 那现在代表什么呢 代表从这个渔船事件里面我们可以解读成什么 这只是刚开始而已 后续来讲的话 他势必来讲 因为这是人家的内水区 他势必会对所有船只合法 也合理的登船来领解 大家要知道 在金门来讲 总共除了大金门小金门之外 还有七个里岛 然后在马祖又高登北干 这些小里岛 高登亮岛 这几个小里岛 那这几个小里岛 平常来讲的话 运捕官兵休假 要回家 大部分都是用租用民船的方式来运送 那当然如果说是有军需用品的话 包括弹药这些东西 油料这些东西 就用海军的登陆小景来做运送 那现在如果说 这个地方是属于人家内水区来讲的话 他就可以合理合法的 对这些运输的这种渔船来讲 或者是租用民船来实施登船领解 那登船一次领解还得了 船上面有我们官兵在上面 有我们要买的菜在上面 那如果说一旦被扣押的话 官兵吃什么 所以这真的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那第二我们看马祖这件事情 马祖其实我觉得真是离谱到糟糕 因为跑道 那个机场是军用跑道 军用不管是军用或民用的跑道头 一定有跑道 一定有机枪哨在那个地方 因为如果说是敌人 要利用这个跑道实施空降 或者是机降 或者是运输兵 用运输机直接将这个敌人的部队运送下来的话 直接用跑道降落是最快的 所以说为了防止敌人做这种突袭 所以在每个机场的跑道头 我们都配置有这个机枪在那个地方待命 而且这个机枪一定是24小时 是最高警戒待命的位置 那以往来讲的话 这个机枪不但要放在那边 而且机枪子弹都要随时准备在旁边 因为飞机速度太快了 那居然你可以让这一家 这一家不是民用型的 是军用型的无人机 因为马祖这个南竿距离大路将近10公里 他来回20公里 在上空停留20分钟 一定是军归的无人机才可以做到这种程度 那代表什么 我觉得很可能是这个 跑道头的这个机枪哨的卫兵睡早了 然后所以根本就一点警觉都没有 不知道为什么会毫无作为 你这东西合理合法 合行如果按照顾吕迪雄来讲 的解释来讲的话 这时候就应该勇敢的发起第一级 将它击落 因为是军归的 你将它击落来讲的话 我相信对岸也不敢讲话 因为你是军人 你是军机过来的话 对我来讲就代表有敌意 那既然这个金马外岛地区 不能占不敢占不会占 那就撤军回来算 你撤军回来到台湾来讲 我们台湾现在反正兵力也不够 将这些外岛的兵力撤回台湾 还可以增强台湾的兵力 不然的话从这次渔船事件 渔船渔民已经被牺牲了 接着下来是不是要把金门的官兵 被中共当仁子 扣留在那个地方 到时候我们台湾的这些官兵的家属 吸引头做何感想 好来请教杰老师 其实这次我们这个澎湖的渔船 被大陆的这个海警扣押 这个已经造成澎湖渔业界的 民怨高涨 所以呢民进党选出来的澎湖地区的 选区的立委叫杨耀 他出来大骂行政院 对他是民进党炮轰民进党 为什么呢 民怨高涨 他如果说他这时候不站出来 站在这个渔民这边的话 他明年下次也不用选了 所以民进党现在炮轰民进党 可见这件事有多荒谬 杨耀怎么骂 然后说他说我们这个行政院 不管是渔业署还是海巡署 对于台湾渔民可以捕鱼的安全范围 有两套不同的说法 渔民不知道何者是从 所以根本不知道哪里是安全 哪里是无安全的 说这个行政院根本就误导 是怎么样 罔顾怎么样 我们渔民的安全 他点出来了 因为这个渔民现在渔民 过去他们这次在那边捕鱼的 不是只有一个大进满农 有40艘渔船 昨天晚上又去了一次 又被驱离了 那个是很重要 现在是小管计 那过去都可以 现在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很多澎湖的渔民 我看接受访问的时候就已经开骂 他说214事件 把人家渔民传撞翻了 然后到现在 这个好 这个好 尸体也没有还给人家 还在跟人家 叫玩家 就是在那边吵架 对人家那么强硬 对不对 天天讲这个讲那个 对不对 根本就不顾我们台湾渔民的死活 对不对 那现在不能捕鱼了 结果他们又 没有拿不出任何办法 我们人都被抓了 他们人也没办法 然后你知道报导说 国安人士现在怎么说呢 国安人士说 我们确实有违反他国规定的风险 意思就是说 这是你渔民自己犯的错 现在跟怎么样 出事的跟渔民画清楚界限 所以连杨耀他都要出来骂民进党这个政府 对不对 你把这个渔民的过去 可以几十年来 可以捕鱼的渔场 你给它搞没了 就是因为你赖清德 天天找对大陆强硬 什么互不隶属 对不对 你讲有什么用 你讲了台湾有变成更 老百姓有更多的福利吗 对不对 台湾有更多了不起吗 没有啊 你天天讲天天讲 现在澎湖的渔民付代价 鱼也补不到 这传统我们渔民在那边补 补了几十年没事 补但不能补 现在船也被抓了 然后你说这是你们渔民自己的错 那渔民怎么吞得下这口气 都是你把我们这个生计搞没了 你现在还说是我们的错 然后你要去救吗 现在基本上你鱼货没有了 鱼具被没收 你这鱼船会不会没收还不知道 还有可能判刑入狱 大陆在处理这种 你在浮鱼期你去补鱼的 它有一定的规定 所以你看看 这个民进党政府 为台湾人争取福利没有 替台湾人怎么讲呢 替台湾人惹麻烦 把你的生计都给搞砸了 那可是一流的能守 好我们先休息一下 广告之后忙回来 yeah yeah い yeah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